然後還有一些紅包袋之類的 這些自己做的作品產品 那為什麼叫做某 那為什麼叫某某某 某月某日呢 那其實是當初我們在取名的時候 我們原本是想取叫做六月初六 那因為東方美人茶它最好的時節 是在六月初六 就是我們二次節氣的芒種 有農曆嗎 國立芒種這個節氣的時候 它做的東方美人茶品質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原本是打算叫做六月初六 那我們樓上的門把都已經做好了 叫六月初六 只是我們在裝潢的時候 剛好被附近的一家店家 叫做六月初一 看到那個門把 他就去把六月初六把它註冊掉 所以我們店就不能用六月初六這四個字 那後來有人就提老闆說 那六月初六是芒種沒錯 但是六月初五也是芒種 那六月初五好像覺得沒那麼的厲害 對 那六月幾號幾月幾號好像都覺得很尷尬 因為你六月初一來注射掉我們的六月初六 那我們要改幾月幾號我們就覺得很麻煩 那幾月幾號不知道 我們就想到欸 某月某日 我就幾月幾號我全包了 而且我們用的茶樹品種叫清新大某 我就用某這個字來做寫音 所以這個字就是有沒有的有 中間兩個人化掉 是真的有這個字的 是真的有這個字的 這個字叫做某 那那個茶樹品種 就是東方美人茶最好的品種 叫做清新大某 我用某這個字來做諧音 來命名叫做某月某日 那我不管你幾月幾號我全包了 OK 對啊 我不管是六月初一六月初六 幾月幾號我全包了 就某月某日 好 謝謝